我 龚汉林评论区被球迷攻陷 65岁国家一级演员发生 一番话素养起劲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 龚汉林老师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最新的龚汉林老师 是被球迷攻陷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众手周四啊在此前的龚汉林老师批评中国国族呢丢中国的脸这样的事情 那么在被报道出去之后在外界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声 而龚汉林老师啊他自己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呢 自己会在最近的接连被球迷批评 甚至微博的评论区呢都已经被被完全攻陷了 我们看得出来了 龚汉林老师在最近的也遭受到了很多的网络批评 压力 那么起因的首先是此前的 他赛出了两次假签名足球的这样的事情 要有些球迷的对他已经上市的信息 甚至在他第2次赛出女足姑娘们签名的足球之后 被证实是赢品的话 那么其实呢他也再次受到很多球迷的批评 甚至他的微博评论区呢已经被球迷攻陷 自已呢他只是在趁热度趁流量而已 而尤其是随着最近的我们国主和沙特这场比赛落下帷幕之后呢 因为中国队1比1逼平的沙特要很多球迷的看到中国队这些年轻球迷的血性 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又有很多球迷再次去 跑到龚汉林评论区呢 要求他赶紧出来说两句话 并且呢不要再沉默下去 有些球迷还质疑龚汉林此前的批评中国足球根本就是不对的 所以看得出来现在感觉整个舆论的 这个声音呢完全变了方向 在此前大家都批评董陆力挺龚汉林老师 但现在随着中国国主呢稍微打出了一个好的成绩之后呢 这些球迷却是道革相向 开始批评龚汉林老师了 虽然在看到这番景象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就在最近的65岁的国家一级演员 也就是刘慧呢他也在最近的视频当中呢 发声力挺龚汉林老师 并且呢来回应了目前的国足骂战 一番话令人肃然起劲 刘慧啊在他的社交平台当中呢用视频来进行回应了说出了一番话 他说呢 爱其不幸怒其不争 要不是争热爱 谁有那闲功夫 那么虽然说他这番话呢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大家其实也都看得出来呢 他是针对龚汉林老师最近去批评中国国足这件事情 在刘慧看来他是觉得呢 这次龚汉林老师之所以批评中国国足呢 不是像有些球迷所说的那样的在称热度在称流量 而是呢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国足表现太糟糕之后啊 龚汉林老师呢批评他们的实在是不争气 而且呢龚汉林老师是真的热爱中国足球 才会去批评他 否则的话那么其实龚汉林老师呢 作为一个退休的老艺术家 而且现在的整体生活过得非常的优越 他根本没有必要呢 去趁这个热度 而且呢给自己呢招惹态度的麻烦 所以在 刘慧老师看来呢他是觉得龚汉林老师呢 是真的抄了这份心 真的是希望中国足球越来越好 那么不得不说我觉得啊刘慧老师这番话呢也确实令人肃然起劲 他也说出了龚汉林老师呢目前他内心里面呢真真正正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不管是冯孔以及龚汉林老师呢 他们这么多年了名誉双收而且呢获得了外界很多的认可 已经是有口皆碑的老艺术家 他们没有必要的像有些媒体那样的去趁中国足球的热度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对有些球迷来说呢我们去支持中国足球可以 我们去为中国足球的表现热血去给他们肯定的也可以 但是没有必要的完全把龚汉林老师的当作是对立面 我们球迷的和龚汉林老师一样其实都是出发点为了中国足球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呢我们那个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而没有必要的搞这个内讨也没有必要的去批评龚汉林老师 甚至去冷嘲热讽的话 这点行为呢我觉得已经是相当过分 没有必要去做出来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老球拜拜